剛剛有同學遇到一個問題 特別注意喔 這邊 我們這個串列裡面取得取這個嘛 過來嘛 但是特別注意喔 它因為它是什麼呢 它是數字 帶過來的話也是數字 所以如果我現在執行會怎麼樣 會出現錯誤嗎 特別注意喔 哪變錯呢 其實將來 學習看懂錯誤呢 也是寫程式的一部分 你不要說 你只會寫對的程式 錯的程式 你沒辦法解決 那不對 因為很容易 不管怎麼樣 你是怎麼樣的高手 再怎麼樣也是會出錯的 OK 就是什麼 吃燒餅 吃油條 吃燒餅 掉汁嗎 對對對 好啦 不是吃燒餅 掉汁 掉油條 因為一直想說 燒餅油條 難免會出錯的意思 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的道理 對對對 OK這意思吧 反正呢 程式有時候寫錯沒關係 你說再怎麼樣 像我隨時保持一種輕鬆的心情 寫程式 一定會寫錯 寫錯沒關係 然後一起改就好了 他已經明確告訴你說 你哪一行 有沒有 所以你點一下 這一行 有沒有 所以他會告訴你哪一行 OK 這也是一種學習 你不要連那個 除錯能力都沒有 點下去 好 這一行 接下來你要知道說 哪裡錯呢 你就要自己去找 底下會提示說 你的Type 資料型態錯誤 而且他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這一行常常會出現 反正形態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種問題的出錯率是最高的 那怎麼改 OK 你又可以看這個是文字 這個是數字 所以呢 要不就是什麼 乾脆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文字 有沒有 改法一 所以呢 這邊改完丟過來的文字加文字 OK 好 試一下有沒有錯 對了有沒有 OK的嗎 如果你不改這邊的話 假設說如果再取第一個的話 一樣也是錯 因為取這個過來 所以怎麼辦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加一個STR 小瓜糊 記得瓜糊的位置 OK不要加錯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裡面的東西轉換為自串 可以看懂得懂吧 OK 所以寫程式我講過了 就是細節 你注意一下 不要寫錯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說那麼困難 OK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好 要不就是轉這邊 要不就轉這邊 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第三個方法 教各位順便講一下 如果不用這一招會錯對不對 有個方法 我們把加號怎麼樣 改成逗點 這樣也可以 逗點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先輸出這個之後 再空一格 再輸出這個 OK 這招也可以 所以沒有那種 所以我說沒有標準 但最後如果說 假設考試的話 它要輸出什麼 如果你符合它的要求 有沒有 這邊會多一個空白 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逗點後面 就是會多這個空白 OK 然後它就不用去知道說 前後資料是不是一樣的形態 所以基本上會有三種方法 慢慢 盡量 盡量犯錯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錯 細節 所以有的時候 我講過 你們會犯的錯誤 我通常不見得會發生 所以你問我的時候 我有時候不一定會知道怎麼 幫你解決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說標準動作 你就做對了 就OK了 這個部分的話就剛剛提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要做 進一步的 所以資料型態OK了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我們要做一些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我這邊demo一下 這邊其實就是我等一下講的 多重邏輯判斷 就這一段 OK 那我先demo 大家要做什麼 其實就很簡單 你看跟它互動 互動什麼呢 請輸入年齡 OK 那這個年齡的話 請輸入年齡 我們輸入一個年齡 年齡的話 比如說我輸出16歲 它應該告訴我什麼 未成年 對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的是 38歲 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壯年 OK 然後假如說我今天輸入的是 63歲 Enter應該什麼呢 也是壯年 OK 因為現在的人 就是比較健康吧 我延後延緩退休 甚至其實應該慢慢修正 阿伯其實是輸出 總共會有四個邏輯 未來其實還可以更多邏輯 我只是大概 就是說未成年的話 小於18歲 青年是18到30 壯年是30到65 超過的話 那就是老年 所以基本上 現在老年至少66歲 OK 也老年 可是程式該不會寫 像這邊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重點 一 我們如果說 要輸入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先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input 然後 最後面的話 就是 雙引號裡面就加一個 提示 請輸入年齡 OK 或者你這邊其實應該用 問號會不會更好 OK 假設這樣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我把這個地方print出來的話 那這個edge 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特別是輸入 比如說我這個輸入再輸出 18歲 Enter 18 但是其實這邊看不出來 到底是文字還數字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是文字還數字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在print 在這個edge外面再包一個函數 叫type type type 就跟這樣 然後把它刮乎起來 你可以用什麼呢 我不確定 18 到底裡面 這個edge裡面到底是放的是文字還是數字 你可以加一個print 然後一樣edge 外面包一個type 它就會告訴你 實行一下 假設一樣我輸入18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會輸出什麼 這個嘛 底下這邊是什麼 差一個class 關鍵是看這個 String 意思是說 如果你用input過來的東西 那它會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要做什麼 邏輯判斷的話 那邏輯判斷要怎麼判斷呢 好吧 最重要的是 你應該要知道什麼 這個是小於 大於等於這些符號 那運算符號 我這邊在雲端上也有放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的運算子底下有 有沒有 等於 記得兩個 不等於 有沒有 一個驚嘆號 VBA是一個而已 所以常常有時候 寫完VBA在學的 常常忘了多一個 因為規則不一樣 不等於 不等於在VBA裡面怎麼去數 小於大於 有沒有 VBA是寫這樣 OK 那這個都一樣 這個也都一樣 沒有問題 在VBA叫不等於 寫這樣 VBA是寫這樣子 一個而已 OK 好 那另外的話 邏輯還有分成什麼 not 相反邏輯跟end跟over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拿來這邊寫的話 基本上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要判斷 這個成年未成年的話 你大概第一個 假設我今天邏輯我慢慢加好了 如果一重邏輯是這樣 如果H小於18的話 那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呢 如果你這邊比的話 假設我過來 假設是16歲 Enter 那他16嘛 過來 他會出現什麼錯誤 Enter 他說錯誤了 他說為什麼錯呢 TypeL 形態錯誤 他說呢 如果你用小於比較的話 我沒有辦法support這種 這個你給我一個字串 我要幫你把它跟那個什麼呢 跟整數做比對 所以如果以後看到這個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個input的外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nt 有沒有 括弧一下 意思就是說 先幫我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整數再來比較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 這邊輸入16 未成年 可是再來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地方 如果再輸入到19歲 成年了 沒有東西 怎麼辦 所以這邊要做兩重判斷 反之else 冒號 Enter 這邊加什麼 成年 OK 有沒有 加個成年了 好 這兩重邏輯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多重 一重 兩重 這個應該成年未成年 如果多重的話 應該什麼 未成年 再來是青年 壯年 老年 怎麼分 特別是如果你要再多重 很簡單 關鍵地方來了 在這個地方 一幅的下面這個print back到前面去 就留一個空白行 把上面這一串 複製下來 加一個什麼呢 這個if 不能兩個 所以加一個什麼 el ok 叫elf vba 叫elf 反正大概都差不多 ok 其實vba也可以寫 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它是小於18的 那如果是大於等於18 有沒有 而且 所以而且的話 是答在這裡 and 而且怎麼樣呢 它這個h 是 39 30 反正這個只是 大概一個規則 30好了 那而且怎麼樣 小於等於30的話 那我們就什麼 就是壯年 ok 清年 ok 反正現在年紀很難說 ok 有的人其實可能30幾歲 還是在家裡 還是未成年的樣子 ok 這不是什麼 再來else if 壯年的話 壯年應該是 35歲 到65歲 ok 65歲 然後就是壯年 是不是 三十 三十 打錯了 應該三十 應該懂的意思 這個不用十倍 就是這個再一個 然後這邊就壯年 剩下來就什麼 就老年了 ok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慢慢要修正 這可能要變七十 等一下臺灣 壯 壯打錯了 ok 壯 好 所以這邊有沒有 這個變成 這個應該大於 對 這個兩邊會變 三十會變 他判斷完了 他就不會了 所以應該是大於三十 然後這邊的話 大概等於七十 這個可以改革關於七十 六十五 這樣子 ok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從一重 兩重 做到多重 ok 這裡面 還有加上連集 ok 偶爾就 跟上 這是交集 連集是偶爾 ok 大概其實這一題 其實包含大部分我們用到 這夠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畫面先還給各位 有關邏輯判斷的部分 試試看就是先判斷一重的未成年 再判斷兩重成年跟未成年 再把它改成就是在成年裡面又分成三個 就是青年壯年老年大概試一下 還有就是說你要怎麼外部取得資料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用input 正照考試 也大部分用input ok 試一下這部分